油价高涨首当其冲的行业之一就是和运输相关的行业 在洛杉矶华人经营机场接送服务业以及旅行社的巴士团受到高油价的冲击 有没有涨价的打算而业者又有哪些应对的方法呢 接下来的报道带您一块去了解 油价涨不停让旅游业者也开始紧张 尤其有经营巴士旅游团的旅行社 现在则是紧盯着成本的变化 这些旅行团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大巴士 目前有没有随着油价的攀升而跟着调整团费 一位华人旅游业者说这恐怕是早晚的事 那目前你再去订的话我想还没有那么快 但是再过一两个月我相信都会涨价的 如果这油价直升而没有下 这一定会影响到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机场接送业这边 受到油价节节高升的影响 一些业者表示目前的经济情况不好 生意本来就已经比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要差 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还不敢涨价 因为现在时机并不是还不是这么好的时机 我们想说这个油价虽然是高涨的话 我们还是会先就是吃下来这个差额 我们想维持继续这个生意量 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 不敢涨价增加的成本怎么办 这家专门提供机场接送服务的公司表示 他们现在是努力扩大客源 不只做华人的生意 也做其他族裔的生意 希望用更大的生意量弥补成本的提高 必要时也考虑把旗下的车辆换成油电车 以节省成本 看来一些和运输相关的业者 许多人还在继续苦撑 不过能撑到何时才会涨价 就要看油价近期内的走势了 18台新闻 黄明仪 晨晨 洛杉矶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